全球所創龍虎石斑珍珠寶上市囉 高雄市政府與摩斯漢堡合作的龍虎石斑珍珠寶 在14日創新發表 高雄市長陳其邁在台上拿起龍虎石斑珍珠寶展示後 接著開始試吃 一口接著一口 好吃到停不下來 鑽石龍虎斑 就在我們的油斑 因為LNG的鑽石水所養出來的 肉質特別鮮綿 鮮美又綿密 那石斑魚做成漢堡 或者是三明治非常好吃 所以在今年的十月 也因為永安漁會的建議 所以我也跟我們摩斯漢堡 東眼集團的黃茂雄董事長 跟林建源董事長建議 他們後來自行研發也覺得不錯 那物美價廉然後平易近人 日前在食品展上 陳其邁建議以在地石斑搭配漢堡的吃法 被漢堡店製成龍虎石斑米漢堡 成為全球第一顆龍虎石斑漢堡 整塊細緻魚肉搭配香鹹金沙醬 與富有香脆口感的四季豆籍洋蔥片 將於十二月十六逐步上市 全世界最好吃的這個漢堡 就誕生在我們摩斯漢堡 那我相信藉由摩斯漢堡的一個通路 一定會更多元 一個也會有更 一年四季一定會有更好的一個行銷 那對漁民的幫助也會更大 石斑魚為高雄海洋五保之一 養殖面積約433公頃 年產量約5700噸 陳其邁表示 龍虎石斑過去以出國中國大陸為主 今年受疫情關係 造成漁民在收入上受到極大的影響 希望透過這樣的結合 能改善漁民的生活 記者吳秉原高雄報導